第一階段打得不好 也沒投進幾個 第二階段第二場教練都鼓勵我啊 就讓我有信心 所以今天才有比較好的表現 你把你的優點拿出來 因為我的優點就是三分球就投 對啊 不要想太多啊 有機會就投就投 我今天一開始的表現 比較沒有進入狀況 就第三節過後 才有比較融入進去球隊的得分 然後也找到節奏這樣子 就是球隊順的時候 球到我手上我就是剛好 有機會我就出手這樣子 對 今年大二因為 要幫助學長就只要挑出來 不管任何事我一定要幫學長 不要太緊張去 給自己壓力 然後幫助這些球隊 對於明天比賽 那只要我們把我們今天的優點拿出來 要修正我們的缺點 平常去打就對了 我覺得就是正常打 也沒有說一定要做什麼東西 就是我覺得就是平常心這樣打就好了